爱多美的成功学院 产品战略及成功系统所吸引 直到现在我们全家人都过着非常快乐和幸福的生活 一年之际在于春 我很高兴今天能与大家隔空相见 在2021春季的爱多美研讨会一起分享爱多美公司 首先呢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 只要是日常需要刷牙洗脸的人 只要是心中有爱的人都可以通过爱多美平台的帮助下得到成功 我呢从小开始就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长大 父母为我们姐俩非常努力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被爷爷和奶奶宠爱着 所以从小时候开始就决定我一定要成功 不想为了生活而与父母分离 无法孝敬他们 如果以后有了孩子 也不想因为生计 不能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而错过孩子的童年 所以在经营爱多美事业之前 也非常努力的奋斗过 从电台新闻编辑的稳定的工作 再到后来去韩国 离拜发展创业 直到最后离开资深理财经理的职位的保险公司 其实经历的也不算少 可是这些收入要么就是非常固定稳定的薪水 要么就像创业有时多的爆棚 有时少的直接归零 很不稳定 就在种种原因和环境的变化 加之各种人生道路上的选择摆在我的面前 心里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彷徨 就在这时通过在日本读博士的姐姐 接触到了爱多美 姐姐把我能用得到的所有的日用产品 邮寄给我使用 并且告诉我她要在日本经营爱多美事业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也可以说是气愤 为什么好好读书的姐姐 突然说要经营 连听都没听说过爱多美呢 说放弃就放弃 她坚持那么多年的博士后的荣誉 从那时起一直埋怨 反对不支持 直到后来开始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成功学院 转变为理解支持陪伴 直到现在我能站在这里主动与大家分享爱多美 我在介绍爱多美公司之前 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第一 您今天刷牙洗脸了吗 第二 您所用的日用品都是在哪里购买的呢 第三 您所购买的日用品的商店 商城是您自己经营的吗 那现在开始我要把所有我知道的爱多美的公司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介绍能找到三个问题的合理的答案 起初了解爱多美公司的时候 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位带着代表性的礼貌 面带笑容 睿智和蔼的一位老人告诉大家说 爱多美经营目标的首位就是顾客的成功 这位就是名叫梦想的男人 朴涵吉董事长 顾客 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身份不就是顾客吗 但是这么多的人当了一辈子的顾客 只听说过感动顾客 却真没有听说过为了顾客的成功 有人创办了公司呀 由一家公司做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爱多美 爱多美是由较早涉及到互联网行业的朴涵吉董事长 早在2000年的时候 创设了一家叫imkoria.com的网上购物平台 但是当时互联网处于是初级的阶段 还不是很普遍 属于是超前形式 所以以倒闭而告终 但是对此行业非常了解 坚信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就是互联网电商平台的朴涵吉董事长 就在2009年创办了我们的这个爱多美 是以会员制方式销售优良品质的大众精品流通平台 然而我就开始学习了解爱多美 使用爱多美的产品 产品越使用越感动 公司呢 越了解越兴奋 因为爱多美给顾客提供了所有能成功的条件 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 爱多美呢 通过GSGS战略把汇聚全球符合大众精品战略的产品 通过爱多美的平台遍布全世界 让物美价廉的产品生活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 好的产品超值的价格一定要听清楚了 甚至不需要去销售 只要告诉对方我们用过的好产品 让他们也去体验就可以 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随时随地的在网上订购自己心仪的产品就可以 优品良价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消费 试问谁会拒绝呢 所以我就是把我用过的 我被感动的产品一直不断的去做介绍 比如自从我用我们的牙刷和牙膏之后 口腔问题改善了好多 还有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 在它的帮助下 我的身体状态明显健康了很多的 那我就不断的把我用过的好的产品 介绍给我周围的亲朋好友 不管他们起初是接受还是拒绝还是回避 过了几个月 最终都是以喜欢上我们爱多美产品 而结束 因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价格合理 品质优良的产品 爱多美就是以真实 以善良为基础经营的企业 所以我起初就想抓住救命稻草 希望通过爱多美平台 闲于翻身 并且不仅仅是我 而是所有需要刷牙 洗脸的平民百姓 谁都可以通过爱多美 获得成功的绝佳的机会 纷纷倒闭的局面下 爱多美APP 便于消费者逐步出户的享受全球化的服务 而事业经营者可以在如此竞争激烈的时代 能通过爱多美平台 经营优品良价的全球百货超市 同时还能结识并拥有众多的海外的伙伴 我能拥有今天的成绩 大家觉得是我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吗 不是的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消费者 只是庆幸的选对了一个平台 免费注册了一个账号 并且爱上产品后又申请成为了经销商的身份 并且坚持参加了公司举办的所有的成功系统而已 其他呢就不用我们考虑了 因为公司已经为我们精心的准备好了所有 比如物流呀 产品呀 网站呀 这些都已经完备了 可以说没有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今天也就不能站在这里 与大家分享爱多美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就是帮助所有想去经营爱多美的家人们 讲解 介绍 指引爱多美并走进走向成功舞台的梦想中心 我记得在很久之前 而覆盖了更大更多的人群 同时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提前体会到了原本有可能是五年之后甚至是十年之后的隔空相聚的这个时代 我们之所以能顺利的应对突如其来的环境的变化 是因为十年前的朴涵级董事长 他徐徐会梦预想到未来的变化 所以他创造了系统 把每一个人带入到成功的系统当中 在疫情期间也没有造成影响 反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爱多美 甚至让我身边的不理解我的人也看好了爱多美的价值和远景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因为不单单是我 还可以跟我的最爱的人通过爱多美过上健康美丽财富自由的生活 我真心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能通过爱多美的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顶峰相见